好我們現在要整理我們的骨頭群組 在綁成控制線我們來整理我們的骨頭 好這裡我們這裡太長了嘛 我們把HighEmpty這樣我們就 沒有選到骨頭都不會顯示在這裡 AltH 好我們現在所有骨頭都在這 我們就來進行編輯 好 我們開始來分群組 這邊全部換起來 從root開始 我們這裡負責位移的骨頭 這樣叫root 紅色 這個顏色大家自己習慣就好 然後stretch的骨頭 我把它叫做藍色 stretch骨頭 藍色 拍起來 stretch 對是關於我們毛髮 毛 毛的部分我們這裡 把粉紅色 然後這裡 在這裡我順便開 多開一個群組叫mch 中間 像有些骨頭其實我們其實 之後再調動作完全不會用到的話 像我就會把它放到這一層來 像TGT的這根stretch bone 我也把它放到這一層 好 兩毛 這一組 增一個叫fur assign 好 我們看到stretch stretch bone 我們這裡剛才不小心把它改成桃紅色 assign 好 再來 毛友 再來眼睛 眼睛像眼睛旋轉這個 它也算是 我把它放在mch 之後我們 再調整 動作的時候是完全不會用到的骨頭 好 眼睛這裡 開一個群組 i i i assign 這個眼睛我們給它一個顏色 綠色 綠色 眼睛 眼皮 眼皮算是複屬的動作 我們一樣給它群組 yelid 紫色 紫色亮一點 亮得清楚 好 好 在TGT裡面還有 這裡是stretch bone TGT這裡還有幾個骨頭 叫 剩下的 然後就剩下的這一組就 Others 其他的 就給它 黃色 不要黃色 因為我們小雞是黃色之後看不清楚 我們這裡一樣 我們這裡一樣 我就給它 咖啡色這個 好了 好 像這樣我們的bone group就整理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進入CBS 它製作 它製作 Control bone shape 好